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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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什么勒 贡丸 身为一个新主人 家里面冷冻裤打开 有个几包贡丸也是在所难免 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呢 丸子的文化在台湾来说是 非常 应该怎么讲 稀松平常 因为它有个好处是什么 丸子呢 它就是帮你把这些肉啊 都把它搅碎掉之后 然后把它做成丸子 然后再用小火 因为不能滚嘛 滚了就不成丸子 做起来 所以当你又在家里面 你今天可能需要高汤的时候 丸子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它本身就是像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是贡丸 贡丸本身就是肉做的啊 你只要几个 你看贡丸汤 在外面的摊子上面 你可能去吃这个贡丸汤的时候 它的汤可能是有用大骨熬 但是说真的也越来越少 那你在家里面会发现一件事 贡丸丢进去 煮一煮 对不对 然后最后撒一点盐 胡椒 长辣猪 对不对 芹菜猪 它就是很棒的贡丸汤啊 然后贡丸其实你在外面市售的贡丸 它也不贵 所以在家里面 你如果说要应急的时候 有个贡丸 有个贡丸再生啊 也是很方便的啊 对不对 你要是一记再生的 也是一颗再生的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做的比较有趣的 就是以前呢 很早吧 起码有个25年前吧 有一次我在店里面 然后宵夜时间 真的很饿 那也不知道吃什么 那刚好我们又有一群就是好朋友在我们店里面吃饭 那喝酒喝到晚上大概时候一点多 大家就要想说肚子在想吃零动鸡 也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呢 刚好那天我的爸爸从新竹回来 我们回去新竹都会带一点贡丸回来 他就把贡丸带回来 所以我就做了什么 我做了一个滑蛋贡丸 很妙吧 但我跟你说 很简单 很好吃 今天分享给大家 你把贡丸拿来 对不对 然后切成片状 切成片状有几个好处 一样它比较好出味 稍微煮一煮 它的这个贡丸的味道 就是所谓的这些肉汁就进到了汤里面去了 然后另外就是看起来比较多 我这边放了几颗 六颗 但煮出来就好像很多 然后卖相也好看 那当然不见得只有贡丸 你要用花枝丸 用鱼丸 鱼丸不行 鱼丸里面有包肉 不行 但只要有这个丸子类的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试试看 你看 我现在切一切 这个如果是一般的滑蛋牛肉也没这么多吧 对不对 好 这个先放旁边 我喜欢什么 我喜欢吃滑蛋的时候有炒底 所谓的炒底就是 饭要先炒过 那会放一点生菜 那在这边我的生菜会稍微多放一点点 这样吃起来那个饭比较不会干 而且那个脆爽感是很舒服的 那以前早期不太清楚 也不太知道的时候 会把这个生菜放在什么 放在芡汁里面 就滑蛋的芡汁里面 现在没有了 这样就把它炒在饭里面 好 来点油 那就可以把第一颗蛋打进来 然后饭就可以进来了 这个时候尽量把饭炒松 炒干都没关系 因为待会我们要做会制作滑蛋 好 这边来点盐不要多 煮定油 现在饭粒一颗一颗都松了 那你可以在这边怎么样 放一点葱进来 让点葱香味 然后你就可以把生菜放进来了 好 这也很奇怪 当你用了这个中华锅 用到这次的时候 你就会很奇怪 这已经问过很多人 每个人都一样 而且我第一次发现 我有这个动作的时候 是汪福利告诉我的 他说你会觉得都会这样敲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习惯 这可能就是职业病 而且是每个人都会 下次你去看到人在炒热炒的时候 你去看 你就可以期待他这样怎么 就这个动作 好 那我们把它盛起来 然后像在炒的时候 这样炒完 然后拿来你就会这样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外面就这样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每一间 每一个师傅都一样 这种大火炒出来的炒饭 它就是香了 好 那现在来 水煮起来之后呢 我们把贡丸放进来 然后你就可以把第一次的葱放进来 那你这边就让他去煮 这边其实严格说来 他就是在煮什么 贡丸汤啦 对不对 然后这边要勾芡的准备好 然后蛋准备一下 试一下咸味 冬丸本身就有味道了 嗯 甜味有出来 盐巴 然后白胡椒 那你在勾芡的时候 把火关小一点 然后快速的剥它 有没有 它现在就有点勾芡状 那你可以把火再开大一点看看 好 有的人不是只有大汤匙 小汤匙也会 有没有 现在就是呈现这种勾芡状态的 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嘛 对不对 好 一样火关小一点 然后把蛋淋进来 然后再推它 这个可以把火再开大一点点去推它 然后你只要看有点成型的 赶快关火 这时候的滑蛋是不是就很美 你一定没有吃过的滑蛋公丸 但你吃了你一定不会失望 自己就觉得碳骨业关脂了 然后最后不要忘了 来一点点的香油 这是精华 如果你是一个极度爱好贡安的人 你会爱这一道 不免熟了吃给大家看 好不好 这个葱呢 你到最后可以放进去也可以 你不放也行啦 因为我觉得差不多够了 好 一样 来一个贡丸 然后 来一口饭 他们叫我现在马上试试啊 就是要蹭西瓜 你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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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底真的很重要 动物的品质真的很重要 切要勾得精准 蛋淋上去很重要 开饭咯 嗯?